看新闻 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6月5号的公示 首语新闻 头条新闻来看 台股开放涨跌幅到 百分之十 昨天是第四个交易日 没想到出现了跳水式的重挫 一片绿油油 收盘大跌两百零七点 跌破了九千四百点 最后是收在九千三百四十八点 未刺激台股交易量 6月开始涨跌幅一口气升到10% 没想到没吸引到外资买盘 空单倒是一堆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一百八十七亿 台股一早开盘 就出现跳水式下跌 开滴走滴 盘中一度重挫两百三十一点 最后收在九千三百四十八点 指数大跌两百零七点 成交量一千三百五十一亿 创四个半月以来新低 外资的空单 一下子瞬间增加了一万口 六月的一二三 前三天 总共卖超一百四十一台币 台股杀身隆隆 股王大力光也难以倖免 盘中股价一度大跌三百二十元 跌幅高达百分之九点二六 创挂牌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另外全资股包括台积电 鸿海也几乎全部失守 八蛋类股起跌 大盘跌幅百分之二点一七 下跌加速有五千八百七十五家 台股一片绿油油 台股上涨无量下沙量能高 学者观察台股后市在热钱资金退潮下短期不利多头 加上美国升息与日前国内景气灯号出现象征衰退的蓝灯 恐怕影响GDP 诸多内忧与外患的利空夹击 台股万田行情看似不远 但走起来相当辛苦 记者黄历委张国梁台北报道 来看正在美国访问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最新行程 他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前往位于美国华府的国务院 拜会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 而双方会谈了一个多小时 讨论台美与两岸关系等议题 蔡英文美国时间四号下午结束 和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基会面之后 准备前往美国国务院和副国务卿布林肯会面 但美方希望会面能低调举行 蔡英文将这段行程列为非公开行程 时间地点也保密到家 公示记者兵分两路 除了守在国务院还搭车随行 一路上蔡英文坐车加速行驶 想甩开记者 直到靠近国务院附近的红绿灯前 刻意停在路边 在趁着记者搭乘的计程车 也靠边停车时 加速开轴甩开记者 不过蔡英文来到国务院时 还是被公示记者发现才曝光 蔡英文在下午差不多两点四十八分左右 在这个地方下车之后 走到后面的美国国务院大楼里面 不过这时间和约定的两点半 稍微慢了一点点 她将会和美国的副国务卿 一起针对台美关系 以及两岸关系 以及相关的问题 做进一步的讨论 蔡英文会谈一个多小时之后 在美国国务院人员陪同下离开 博蔡英文接连两天到美国国安会和国务院都是进入机关内部和上次参选总统的待遇相比可说是相当正面的讯息 不过蔡英文对此相当低调不愿多说 中国时报的头条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条也都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访美的相关报道 再来看到自由时报的头条是台联昨天召开了记者会 指出12年国教历史课纲委员会 里面有6名的成员和中国统派刊物海峡评论关系密切 而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 继续再来关心 南韩MERS疫情再扩大 又有一名76岁的确诊患者死亡 使得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四个人 而确诊病例也在新增五例达到了41例 南韩保健福祉部在证实 又有一名确诊病例死亡 证明死亡病例是76岁的老翁 他曾与其他感染MERS的病患同一个病房 因而成为染病的第三人 他死亡使得南韩MERS死亡人数增为四人 而确诊病例又在新增五例达到41例 是中东地区以外病例最多的国家 但南韩保健福祉部强调 目前确诊的病例都还是来自于医院感染 不过四号南韩国防部也证实 一名乌山空军基地的士官长疑似在一家医院 治疗骨折染上MERS 曾经探望他的五名同袍 还有同一个基地的一百多名军人都被隔离 而疫情扩散到军中 专家认为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台大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黄立明表示 MERS的确诊病例中 有百分之十左右并没有发烧症状 光是咳嗽打喷嚏就可能传染 建议民众虽然目前只有黄色旅游警示 不排除社区感染的状况下 还是尽量不要前往韩国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屏东县南融国中三号发生学生持刀刺伤同学的事件 国三的黄姓男同学在排队过程 和也是姓黄的同班男同学发生口角 竟然拿出蝴蝶刀刺入对方的腹部 被刺学生的胃部贯穿 也伤到了大动脉 送医之后弥漫性出血 紧急输送了五万cc的血 最后还是回天法术 昨天宣布急救无效死亡 医护人员推着担架往急诊室冲 躺在担架上的国三黄姓学生 腹部被同学用刀刺伤 大量出血 随机送到安泰医院 接受紧急手术治疗 还装上叶克膜抢救 不过在今天上午十一点四十六分 院方宣布黄同学急救无效死亡 家属也忍痛放弃治疗 那到院的时候在商务部发现 有一个刀伤 大约在两公分左右 那同时病人合并有休克的现象 当时的缩缩药 大概是在六十到七十中间 因为刀伤身达八公分 贯穿胃部及大动脉 学生从三号送医后 就有弥漫性出血的现象 四号早上九点一度心跳停止 院方输送了超过五万cc的血 却还是回天法术 而刺伤他的学生功称 原本只是因为两个人 在礼堂排队时起了口角 想拿出从网路上买来的刀子 吓对方没想到不慎酿祸 被害同学会比较常去逗弄 那一个就是同学这样 所以他就觉得不太喜欢他 对那小小的冲突 但是累积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引发他今天 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发生 消防表示虽然平时两位学生 相处不和睦 但不曾发生严重冲突 也没有太偏差的行为 也强调平时会做安全检查 抽查学生的书包 预防携带违禁品 没想到还是发生了汗事 至于更进一步的原因 则有待警方厘清 记者屏东报道 高雄市一名综合高中 三年级的诚信学生 昨天在妈妈的陪同之下 到校门口举牌抗议 班上同学集体霸凌性骚扰他 他说过去不只是被同学 强压在地上 还被强先衣服 做出不雅的动作 令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而下方表示 在五月二十号收到了 陈同学的申诉之后 已经召开了性别平等委员会 来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跟相关惩处 将在六月十一号之前出炉 六月十一号就是毕业典礼了 可是高雄市一名综合高中 三年级的陈同学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今天早上 在妈妈陪同下 她拿着自己制作的牌子 站在学校前面 抗议这三年来被同学霸凌的种种 从高一开始陈同学就被班上同学以不雅言语入骂 后来霸凌程度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人开始动手动脚 把她强压在地 有时候还会掀开她的衣服 做出不雅动作 五月二十号 陈同学和爸妈向校方申诉 到现在为止 学校还没有给予陈家任何回复 只强调已经立即召开性别平等委员会进行调查 校方表示调查结果和相关陈储一定会在六月十一号毕业典礼前出炉 对此陈同学回应他已经收到其中两位同学的道歉简讯 不过他要的不是道歉 他只是想在毕业前告诉曾经霸凌他的同学 因为他拥有坚强的宗教信仰和家人的爱 所以他不会想不开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高雄报道 长期照顾服务法在五月十五号三读通过 为了提供长照稳定的裁员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了长期照顾保险法 开办第一年到第三年 保费费率是百分之一点一九 月薪三万元左右 平均每个月的保费是一百零八元 跟健保一样是属于全民纳保 也敲定了雇主负担保费四成 政府三成 民众三成 预计在民国一百零七年会上路 历法院五月十五号三读通过 长期照顾服务法 全台八十万个失能家庭受贿 只是钱从哪里来 为了寻求稳定的裁员 行政院上午通过长期照顾保险法 草案 未来将开办长照保险 比照健保模式 全民纳保 健保的保费的收取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我们现在长照保险 是跟健保一起收这个保费 而这个保费跟健保比又只有五分之一 根据行政院通过的草案内容 长照保险开办了第一年到第三年 保险费率一点一九趴 是健保费率的五分之一 以月薪三万来算 每月保费一百零八元 月薪五万保费约一百八十元 预计在民国一百零七年上路 其中保费负担比例 外服部最早提出的草案是比照健保 雇主六成 个人三成 政府一成 但引发企业反弹 在行政院长毛志国找工商团体协商下 最后敲定资方劳方 政府三方负担比例 定为四比三比三 公商团体强调 企业并不反对开办长照保险 只是最近背负一连串的政策负担 包括缩短工时 劳保年金 长照保险等 出估金额高达近五百亿 希望政府能够让企业负担少一点 记者黄立委张国良 刘翰林台北报道 南投县消防局因为张伯威删难一案 遭判国赔两百六十七万 许多消防救难人员认为士气遭受打击 南投县对此将会订定登山管理自治条例 将要限定民众登山需要三个人以上结伴 而且必须要携带GPS定位设备 以及卫星电话等装备 否则将会开发 张伯威伤难事件南投县消防局被判国赔 必须赔偿家属两百六十七万元 但判决也引发各界议论 南投县长林明珍为消防队员叫区 将订定登山管理自治条例 除了将禁止民众独自 或者只有两人结伴登山 同时还必须携带GPS定位设备和卫星电话 为者将重罚 南投县消防局表示 自治条例将针对由国家公园管理处 辖管的百岳登山者必须至少三人以上同行 且要申请入山核准 但专业祥导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幸走详 政府真要制定入山的条例应该是全面性的去检讨 而不是因为单一的个案国赔的事件 然后用反应对立的方式呈现限制人民休闲入山 从事山域活动的一些限制 相导张严仁认为确实完整的求生设备是可以增加收救成功几率 但他建议政府法令限制少一点 专业训练多一点 应该要成立专责的收救队来提升收救效率 而非限制民众入山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端午节了 高雄市卫生局抽验96件粽子的成品和原料 结果是由两件虾米被验出了二氧化硫 而其中还有一件是超标了17倍之多 每到农历五月端午节一到 大家都会吃粽子来应景 因此卫生单位也开始上井发条 高雄市卫生局上午到严城区的一家肉粽老店进行鸡查 同时公布今年的第一波鸡查结果 第一波已经抽验完成了96件 那其中有两件虾米是剪出漂白剂超标不合格 那这两件都是在食品的原料行所抽到的 那其中一件它的漂白剂的含量 经过检验的结果是超标了将近17倍之多 卫生局口中的漂白剂就是二氧化硫 可以增加虾米色泽 这两包虾米是被验出有二氧化硫的原料 其中一包比较白的含量还超过标准量 每公斤0.1公克的17倍 一旦气喘患者使用过量会有发作的危险 那对于一些有一些气喘的患者 如果去购买到这些产品的时候 可能就会产生所谓的一个过敏的反应 那就会产生它引发它的一些哮喘 甚至到呼吸困难 除了老店之外 卫生局也特别到大型商场进行稽查 卫生局呼吁消费者 在购买虾米等原料的时候 要避免买颜色鲜艳 偏白或有刺鼻味的产品 另外在料理前 也要记得先用清水浸泡再冲洗 减少二氧化硫或其他化学物质的残留 记者李慧一蒙昭全高雄报导 长江传难到四号已经是第四天了 找到的生还者 人数还是停留在14人 除了幸存的旅客和船员 需要持续住院治疗 下水救人的潜水员 也要面对相当的危险 谈起事发经过 获救的老人家仍旧心有余悸 而参与救援的潜水人员 也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除了老太太 关东和其他潜水人员 也救出21岁的年轻船员 不过关东自己在救人的过程中 因为把身上的潜水装备 借给生还者 让他顺利脱困 自己却被卷入30米的深水区 虽然丢了压力装备 导致鼻孔流血眼睛红肿 但还是靠自己平时的训练脱困 出世的东方之星游轮 穿上许多乘客 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因此即使侥幸获救 事后的医疗也不能马虎 肌肉有一部分的坏死 同时血里边的电解质 也不是很好 比如低颊血症等等 这都是跟他比较长时间的冷水的浸泡 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除了持续搜救可能的生还者 以及罹难者遗体 现场已经有五座起重平台待命 他们先要用钢缆固定在东方之星的船身上 然后把船身扶正 同时由于预计罹难者仍将占大多数 因此目前失踪的乘客与船员家属 正由有关部门采集DNA样本 以供未来身份比对之用 记者徐家人报道 台北市发生女童割喉命案后 学童如厕安全受到了重视 台中市丰州国小推出陪伴长的职务 负责陪同学去上厕所 确保同学不落单 而同学们也对这样的新测试相当的认同 因为这样才能够更放心的去预测 不会提心吊胆 上课中女学生想要上厕所 这时另外有两位女同学也站了起来 要一起去 他们是被同学推选出来的陪伴长 这是台中市丰州国小针对校园安全推出的新对策 上厕所要有两位同学陪同 自己一个人来的话会感觉很害怕 然后会觉得随时都有人在跟踪你 如果有人陪伴的话就比较放心的 台北市发生国小女童割喉命案后 不管是校方还是家长 都担心小孩自己一个人上厕所 所以丰州国小才会加强这个规定 由原本的一人陪同改为两人陪同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要一个人陪着进厕所 另外一人则在厕所外留意 那其实平常我们在孩子上课时间 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有同学陪伴 那只是说最近因为这样的事件 那我们就赋予陪伴长这个任务 而且还加强到两位 校长表示目前学校加强门禁管理 提醒学生不要落单 养成结伴上厕所习惯 但教育部推动吴维强校园已经好几年 现在校园安全问题再度受到考验 开放校园应该有更多配套措施 才能确保学生安全 记者邱智培彭桓群台中报道 手语新闻通的单元我们来学学上厕所要怎么比呢 我们用英文WC来表示 大拇指跟时局弯起来 可以看得出来W跟C的手语合在一起就是上厕所 今天是小周末 我们轻松一下 稍后回来要为您介绍一部 以龙人为题材的法国喜剧电影 贝里一家 大拇指跟时局弱 不过原首歌我是觉得挺奇妙的 太傻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在问我 林婷是原唱 然后又被人家说你是翻唱 OK的 只是那时候我小 然后他们唱片公司之间 怎么炒作啊什么什么 不懂 不懂 但是已经过去了 欢迎回到首语新闻的现场 以龙人为题材的法国喜剧电影 贝里一家 上周五在台湾正式上映 用诙谐的方式 呈现出龙人家庭的生活 吸引许多观众进场观看 而上映才三天 票房就已经突破了百万 而这部电影也引起了许多听障朋友的热烈回响 务冬的贝里一家 除了女儿宝拉 父母和弟弟都是龙人 宝拉不仅要帮忙家务 也成了家人跟外界沟通的桥梁 这一天父母因为性病去看医生 陪同帮忙翻译的听人女儿宝拉 尴尬呼吟 宝拉在音乐课时被发觉有唱歌的天赋 老师建议她报考巴黎的音乐学院 但是却因此要离家 让这家人面临了新的考验 以龙人家庭为题材的法国喜剧电影贝里一家 在法国横扫二三亿台币票房 在台湾上映三天 也已经突破百万票房 父母是龙人的手语翻译员邱香玲 看完后表示 贝里一家完全呈现出龙人的文化 煮饭特别拍什么 其实它就是表达龙人文化 有像妈妈在煮的时候 有轻轻看看声音 这就是因为我们家庭 像我们家动作都很大 常常到胖胖胖声音很吵 里面很类似的是 龙父母生了小孩 不管怎么样 一样会努力地去爱他照顾他 这部电影刻画出龙人家庭成员 彼此之间的关怀 引起许多听障朋友的热烈回响 也希望听人透过电影 能对无声的世界 又更进一步的认识 记者牛轩文陈保罗 台北桃园报导 再来要为您介绍一位台南归人国小的资源班老师 张淑娟 将本身的音乐专才 融入到特殊教育课程里头 希望能够启发这些孩子 超越智能跟体能的障碍 而他同时也获得了今年度全市的师夺奖 上课的时候要怎样 专心 对啊 上课的时候要专心你才知道要轮到你了啊 专注的神请以本身的音乐专才 融入特殊的教育课程当中 他是归人国小的资源班老师张淑娟 在他的细心引导之下 利用音乐课程来训练特教生的专注力 透过音乐这样的活动的话 可以让我们本来一些 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啊 他可能原本对某一些课程 他是没有兴趣的 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互动之后 他们会引起他们的动机 其实张老师踏入信坛已经有27年 原本是担任音乐课任老师 但是在14年前在自我进修 跨领域到学习障碍儿童的教育 虽然更为辛苦 但他谦虚的表示 只是做好份内的事 也因为他特殊的教育方式 让他获得今年度的施多奖 而他也是归人国小 早七年内获得此殊荣的第四人 这也让学校余涌荣烟 归人国小目前是自由入学的学区 近几年招生原学区的报道率 都超过九成 足以显现教学获得认同 同时从师多奖的获奖密度之高 更可以看出学校失之阵容的坚强 记者温正很谈谈报道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许多好节目 看公事 长知识 来后 公共电视提供我们 信令的粮食 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 PTS Everywhere 公事节目随时随地 陪伴着你 嗨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成长 公事 加油 公事站 我是公事之友会员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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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事之友的会员